记者吴生如基隆报道,警政署进行推动NG气毒专案希望远景深入社区,透过民众力量将隐藏在社区内的贩毒人口一一揪出,基隆市警三分局2月1日就陆续在辖区内逮捕一对贩毒的毒云良及一名线性毒贩,三人均被裁定收押,警方也在三人的墙身处且出账册毒品等证物。 侦察队长许耀宾表示,要执行NG气毒专案前,会先请同仁到辖区的大楼内进行清偶,调查成租者的身份以及出入人员是否复杂,细节都必须拜托社区管委会干部协助,互相合作,掌握情资金搜证后,再进入社区消毒。 此次共破获两组贩毒集团都藏匿在社区大楼中,2月1日逮捕的小可贩毒集团是以46岁谢信男子为首。 谢南打出温馨关怀服务,每天对药角需含温暖,偶尔就问一下有没有需要提神的东西,联系好之后亲自送货到府,甚至有药角缺现金。 谢南还同意以网络游戏币66000作为代价,交换毒品。 另一组则是基隆地区知名的毒云阳阿尔姐集团,专门贩毒给五六十岁的药角,李姓女主贤及其周近男友原本各有家庭,因毒结事后一起贩卖牟利,还找来古姓女药角一起帮忙送毒。 基隆警方共居提逮捕四名贩毒主贤及十三名药角,其中三名药头主贤经法院裁定期押禁。 见!